众所瞩目说到这个2024的总统大选 大家都在看 韩国瑜跟侯友宜两个人终于在今天 合体同框了 好这个活动呢 是在黄复兴党部六七周年的这个活动上头 两个人同框 当时我们来看到侯友宜有拉起韩国瑜的手 好思宜高喊国民党胜利 国民党动算的时候 韩国瑜其实也有一起喊动算 好我们来看到侯友宜哦 今天这个场合上头 大家都很关注说 他跟韩国瑜的互动到底是什么 他在致辞的时候 有说自己跟韩国瑜的年龄一样 当然这一辈有很多同学都退休了 但我们在2024中华民国存亡 最关键的时刻 不分你我站起来力挺 好但是我们来看到这句话很重要 他提到上一次的这个选战 让韩国瑜身心俱疲 想要力竭赢回来 但是我们没有做到 一定要记取教训 好有些人就在说 这是不是代表这个侯友宜 已经有跟韩国瑜道歉了呢 好另外 韩国瑜他怎么说 他说遥远的战股已经累起来了 这是中华民国最神圣的一场选战 大家手中只有一张选票 务必要集中选票 打一场轰轰烈烈的胜战 我首先想要请教一下亮哥的是 这两个人在今天合体了 对于这个团结气势 有没有帮助 两个人的互动又是如何呢 事实上这个行程是临时插进来的 就是这个也是大日子啦 就黄复兴67周年 那国民党的大咖都到了 连赵赵刚刚回国也赶到了 那我是觉得有点可惜就是 侯友宜为什么不直接 讲直白一点 就是你刚刚郭台铭 就直接跟韩国瑜道歉啊 不是吗 我觉得有时候 道歉不是靠人家去解读的啦 而是直接说出来 你觉得他今天说的太迂回了 不这个就有点 还要我们解读啊不是吗 道歉需要解读吗 而且事实上 如果你当场表达那个意思 因为我 我还有点了解韩国瑜 韩国瑜一定也会说出一些 感人的话 那现场就会有一个 温馨的画面 那我要敢保证那一张 就是今天的主要的照片 而且所有的大人物都在场 那为什么呢 不来这么一个画面 所以我就觉得有点 有点可惜啦 因为你要叫这些大人物 再来有一个场面 大家都在啊 并不容易啦 而且第一时间最重要 因为这是第一次见面 那以后就变成第二次了 对不对 所以我还是觉得有点可惜啦 因为其实这也凸显 侯友宜的个性 就这个人不太会演 我也不要这样讲 就是说有人就是会 会主动流露出一些感人的 让人家有感的一些动作 这个韩国瑜非常厉害 那我觉得很多选民 尤其是韩粉啊 因为我也认识一些韩粉 我觉得韩粉很多人都是有情有义的人 所以他们也许就是在期待那个 令人感动的画面这样 可是今天就是没有看到 还是比较形式化 这形式化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的同框了 然后有一些照片嘛 这个就是坦白讲啦 比如说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也有不同程度啊 所有的政治场合我都会到啊 可是我真心用力 还有本来很挺我的人 也产生了同理心 然后感同身受 就全力投入了 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程度啊 所以我觉得因为坦白说啦 我们讲四年前 就韩国瑜在被打得很厉害的时候 然后要来新北 要成立竞选总部嘛 然后拜托侯友宜当他的主委嘛 然后侯友宜在就是没有答应嘛 就是这样 上次整个过程很多人都知道 甚至韩粉也拍了影片 在网路上啊 那郭台平对不起韩国瑜也是很清楚啊 因为他退党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有一些就是事实啊 那你就要面对了 那你想要模糊的表达 那有一些人就会觉得 好像没有正对问题啦 你了解吧 虽然说他有表达那个意思啦 就是说我看到你身心俱疲了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 那个日本要跟中国建交啊 结果日本 那个中国大陆就要求他要道歉嘛 就是那个八年的抗战 那日本第一次的措辞啊 说那个八年造成中国人民的不变 你知道吗 他用这个词啊 造成了中国政府极大的愤怒啊 当场就说那不用谈了 那后来日本回去重新措辞了 就是中日的那个 他要发表那个联合声明吗 因为要建交嘛 所以你一定要有所表述啊 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学问啦 就是因为我在学校教危机处理啊 道歉本身就是一个学问 就你第一个就是你要让人家觉得你有面对核心的事实 核心的事实就是郭台平你退党嘛 那侯友宇你没有当我的主委嘛 不就是这样吗 这是核心事实嘛 那第二个就是你要真诚道歉嘛 而且是对这件事道歉 那第三个才是善后嘛 然后这三个动作是同时做出来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我一定要当下就对那个事实 我就讲出来 说当时我真的是不应该这样啊 表达歉意 然后那个 然后之后就是立刻 讲他后面的那些话啦 那我 我了解了韩国瑜 他一定会给你一个热情的回应 他就是这样的人 他也是顾大局四大体的人 而且有情有义的人 我认为你给他多大的感动 他就会回给你多少感动 就是这样 所以我是觉得 今天给我感觉就是 那个感动的镜头没有出现 那就是一个形式上的大团结啦 就是这样 所以亮哥觉得是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对 那你觉得对这个团结 有帮助吗 有加分吗 我团结都是加分的啦 是你加了多少分嘛 对不对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韩粉 都是性情中人 所以你一定要让他有感动啊 那他就会给你多少回报 政治有时候这个东西蛮重要的啦 说实在 就是有感情互动的部分 好其实今天第一时间 因为喊喉喊两个人合体了嘛 当然外界很多的关注跟解读 第一时间呢 大家就有来探讨说 韩国瑜在台上的致辞 他有喊出集中选票保国家 但是没有说出力挺喉友宜 因此就被大家觉得说 这次两个人是不是不是真心要 这个团结跟合体的 但是呢 其实呢 当时台上哦 这个司仪有喊说 侯友宜动算的时候 其实他们两个人也有拉手 也有喊动算 另外呢 两个人的互动是如何呢 我们有帮大家 截出一些画面来看 其实两个人也是有这个 焦头戒尔有摇耳朵的 然后这个呢 就是司仪当时在台上哦 高喊这个侯友宜动算的时候哦 而两个人也是有拉手喊动算的 然后接下来再来看到其他的 包含他们两个的互动如何哦 好另外呢 这个侯友宜也有伸出他的手 来拍拍这个韩国瑜的肩膀 拍拍他的手臂哦 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 这个蔡振元委员的时候 你怎么样看今天两个人这个互动 然后刚刚亮哥有提到 他觉得是美中不足 没有直接把道歉说出口 您的看法是如何 我基本上同意我们阿亮兄的看法 很多人对于今天这一场聚会 是期待过高 事实上你不可能期待说 这样一场见面对 活友宜的选情会有多大的帮助 不能说没有帮助 但是不能期待过高 就是从根本来讨论的话 活友宜的民调从30%掉到15% 这四个人出现的时候15% 这个是因为韩国瑜没有来跟他握手 没有同框 所以造成的结果 显然不是 所以你韩国瑜今天跟他在这种场合同框 然后就会对 所谓活友宜会有多大的帮助 有待评估 我是觉得这个会有点复杂 为什么呢 因为郑亮兄讲对 韩焚是一个比较情感型的一种选民 那韩焚呢 他们心目中在网路上也不断的出现 我讲过好几次 这个一定要去化解 不只是说 活友宜在竞选过程 韩国瑜竞选过程里面的冷漠 就像刚才郑亮兄讲的 不单这个不单那个 自身事外 所以让韩焚在心里面埋下心结 好 到底该怎么化解呢 很多的韩焚是跑去支持柯文哲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很多民意调查都看得出来 那为什么跑去呢 因为这韩焚认定 柯文哲在韩国瑜 最骆透的时候 是有对韩国瑜 施以这个高度的温暖 那对韩焚或者韩国瑜本人来讲 贬低在心头 觉得要去支持侯友宜 那如何不伤害到柯文哲 因为如果要支持侯友宜 就要让柯粉 那个什么 那个韩粉从柯粉那边流过来 对侯友宜才有帮助 可是柯文哲跟这个侯友宜 有两种不同的个性的人 因为侯友宜个性比较冷 这个柯文哲个性比较热 各有他的优缺点 那韩粉为什么会跑去支持柯文哲 理由简单嘛 他们觉得好像欠柯文哲一点人情 那这个时候去转而去支持侯友宜 好像内心上有点的道义上说不通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韩国瑜也有他的为难之处 说支持中华民国 那集中选票 有没有说票投 侯友宜没有啊 对不对 他保留一个模糊的空间 可能他心里也在盘算说 那侯友宜跟柯文哲有没有合作的机会 那这个他更难进行伤害到柯文哲 这个就是我刚才这两个原因 一个主力一个推力 看怎么去解决 那就看侯友宜个人怎么去处理 还有他现在的金刀利马 这个执行长总干事 看怎么去处理这么一个复杂的一个问题 但是刚光韩粉有部分回头来支持侯友宜 对侯友宜的选情 显然还是不够 美丽岛电子报 有人说他不准 不过大史上还跟其他民调显现的状态是一样 所以我们很难说他不准 如果四个人选 郭台铭也来选 那郭台铭的支持度竟然还有15% 坦白讲我看到我吓一跳 为什么 因为侯友宜有党政军的这样的正当的提名 还有15% 那郭台铭你可以说他说哎呀他违背承诺啦 他不守信用啦等等 可是选民有15%不在意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观察点 那这15%简单讲啊有8%大概来自于柯文哲 有2%来自于侯友宜 加起来就10% 那5%本来是他自己的敌嘛 一个人什么动作都没有就有15% 什么意思 柯文哲刚起步也是15% 不要忘了这一点啦 所以柯文哲今天有到他20%25%甚至30%的一个状况 那郭台铭也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不行